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琳 那今天呢是我的第一支影片 那第一支影片想來跟大家介紹就是 因為我住在法國嘛 然後就是有法國有很多很像藝術品的化妝品 就是很漂亮 那我想開箱給大家看看它的實際長什麼樣子 那它到底好不好用 那刷在臉上又是什麼樣子 如果想看下去我今天這一個妝容 還有一些產品的介紹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第一樣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亞斯蘭黛第四代家族 Daniel Lauder 然後它出了限量款的 這是...這一個的話是毛孔隱形霜 它外包裝超好看的 然後呢 打開來 長這樣子 它是...大霧面大理石 然後...它材質我也說不上來是什麼材質 可是它就是... 它也沒有到很重 但感覺就是手感又還不錯 就有一定的重量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在臉上看看 喔對了 就是我最近臉上痘痘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不要...去...就是... 刻意去看痘痘或什麼的 就是...可以...就是請大家忽略我的痘痘 那我們就來試這個 剛好現在皮膚狀況不太好 就可以看得出一個產品的功效 我還沒有用過 我還沒有用過 它擠出來是這種... 有點... 帶膚色的乳白色 有點像乳白色 可是又... 又帶有一點點膚色 然後它... 很水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那個官網上面寫說 它就是... 裝前乳 然後它可以無畫毛孔 然後讓... 臉...就是有一個霧面的妝效 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真的就是有霧化毛孔的效果耶 給大家看 效果還不錯 而且它就真的很清爽 就沒有什麼負擔 使用感受就還蠻不錯的 就是... 它不會很乾... 它不會乾 但是它又很水潤 然後又... 延展度很好 那總之我覺得這一個 妝前乳還蠻好用的 就是定義相還蠻不錯 它就是... 質地蠻水潤 很好推開 也很好吸收 然後就真的會有一種... 霧化毛孔的效果 然後... 整個妝感是成霧面的 目前臉是霧面的 就沒有什麼光澤度 嗯... 然後又很清爽 它不會油潤 我剛剛先... 上完了眉毛跟... 一點點的粉餅 那現在... 再來就是... 眼影 那眼影的部分 就是這盤... By Terry的... 這一盤是什麼... VIP Expert 然後它裡面... 都是... 每一盤眼影... 就是... 每一格眼影上面都有... 就是... 巴黎的鐵塔啊 或是... 羅浮宮... 海旋門之類的 然後... 就是很精緻又很可愛 可是我買到的時候... 就是... 外面盒子有一點小肥粉 但我覺得... 還好... 就...OK... 沒關係... 是不是... 超可愛... 超美的 然後它裡面是... 裡面是長這樣... 反正它裡面呢... 就是... 很精緻... 然後像這裡有巴黎鐵塔 這應該是... 智凱旋門 然後這是... 就是法國... 很常在外面喝咖啡 然後就是會有椅子啊... 桌子什麼的 然後上面有那個... 三角形那個... 在羅浮宮那邊... 外面很有名的... 然後最後那個... 看不到... 這應該是... 就是... 巴黎的橋... 就什麼... 愛情的鎖橋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 我看它裡面的顏色... 其實都很實用... 其實我還蠻捨不得用它... 可是我覺得... 不過比較... 現實足一點... 我就覺得買了... 感覺就是應該要... 拿出來用一用... 呵呵... 不然買了就是放著... 很可惜... 等到以後... 有... 更雄厚的財力... 可能就可以買來收藏啊... 或者是... 擺著展示不用... 但我還是想用用看... 然後它... 裡面有附一個眼影刷... 那我通常... 是... 不會去用到... 裡面的眼影刷... 就是我... 通常自己的習慣... 就是我會... 習慣使用自己的刷子... 那我其實對... 刷子呢... 就是比較感興趣... 對香氛類呢... 就比較還好... 因為我們家有養貓... 好像養貓... 就... 不太能... 就是... 點蠟燭啊什麼的... 然後噴香水的話... 我就是... 以前我都會每天噴... 可是現在就還好... 因為在法... 我就是... 其他人也會噴香水... 然後就是覺得... 嗯... 好多種味道... 然後就覺得... 不太喜歡... 而且加上我自己... 有點懶... 但我有時候還是會噴香水的... 那這個... 包裝... 超漂亮... 就是... 感覺有一種... 很法式的感覺... 慵懶... 那我們... 就來拆開它... 這組是... 四支刷具... 我現在把外包裝拆開了... 然後它裡面... 是這樣子... 超好看的... 天啊... 真的是... 美爆... 有點捨不得用... 那它裡面的話有一支... 眼影刷... 雖然只有一次... 它毛還蠻軟的... 而且好像就是你買... 這個產品... 然後有... 會有10%... 的那個收益會捐到... 某個基金會之類的... 反正就是... 做工藝... 就還蠻不錯的... 買東西... 順便做工藝...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這一個... 那...第一個... 再看看又有什麼顏色... 先用中間這一個... 它是有點偏粉的... 打底色... 喔! 忘記用眼影底膏... 忘記用眼影底膏... 因為就是... 其實你眼皮不夠乾淨... 你畫這種淺色... 就會看不出來... 我就是用NARS的... 眼影底膏... 然後我會沾在手上... 再輕拍到眼皮上... 繼續用剛剛那個顏色... 蓋上去一點... 今天來畫一個... 粉一點的好了... 用這個... 霧面... 霧面粉色... 沾...沾一點... 跟這個... 珠光的粉色... 混在一起... 我很喜歡就是這樣混色... 放在顏色這邊... 顏色先輕輕點點上去之後... 然後往上暈開... 輕輕點把顏色帶上去... 這刷子還蠻好暈的... 然後我自己是... 覺得顏色不夠重的話... 然後我就會再來第二次... 就是再上第二次顏色... 然後... 帶一點點到下眼影... 然後... 我自己這樣看... 它其實也沒有很顯色... 因為它... 顯色度沒有到很高... 我想說... 那我來用用看... 這兩個顏色... 這個... 跟這個... 嗯... 想用哪個顏色... 還是用兩個一起混... 混在一起... 它這盤顯色度真的沒有到很高... 但是它的... 顏色是可以疊加的... 有沒有... 就是... 剛剛第二次疊加上去的時候... 顏色就出來了... 我就是疊在剛剛的粉色上... 然後也是在稍微再暈開... 往上暈... 這樣就不要暈太高... 喔...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 疊起來很好看... 然後... 眼尾... 湊三分之一... 粗呆一點... 那我自己的習慣... 我會再用一隻... 大隻一點... 裡面想刷... 那因為這... 這裡面沒有... 我會先拿一下... 就大概拿一隻... 隨便一直鋪色刷... 什麼... 暈染刷... 就可以了... 我會用這一個... 外面的粉色呢... 再暈染... 一下邊解... 就是把它暈得更高一點... 最後呢... 用這一個... 金色這一個... 點在眼睛的中央... 唉... 好適不得摸... 一摸它愛心就會有點不見... 看出來嗎... 看出來嗎... 再... 加重一點點... 我覺得它這個... 金屬的... 大亮色... 我覺得它沒有很亮... 就是它不會讓你... 眼睛這裡突然... 就感覺... 為之一亮的感覺... 就沒有... 就... 比較中規中矩... 我覺得這盤... 的粉質是... 還不錯... 因為卡尼亞蠻好暈的... 但就是... 我覺得有點普通啦... 如果它沒有上面的... 那些... 痣之類的... 那我最後再用... 這一個深咖啡色... 夾在眼尾... 就是... 提升它的深邃度... 喔... 我最後還想要用... 這個... 最下面這個... 來畫畫看... 我餐... 不知道效果會怎麼樣... 喔... 好像有... 好像有那個亮度... 好像還不錯... 眼妝完成... 把鏡給你們看... 好... 那它給的刷子裡面呢... 還有這個... 塞... 紅... 跟修容的刷子... 那我們就來... 用一用這支... 看看好不好用... 現在要來... 修容... 對於... 臉圓的... 圓臉人... 修容必備... 我用的是... 2core for school的... 三色修容... 這個很好用... 而且... 我用好久了... 它都... 不見鐵片... 我已經用... 我幾乎真的是... 每天用... 那我就是... 上在... 我想要讓它瘦下去的地方... 這是... 這支... 刷子跟我平常用的修容刷... 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它修起來沒有那麼紮實的感覺... 可是它的毛是軟的... 也是好用... 可是我會覺得... 有點空... 再來最後使用... 腮紅... 用的是... 16 brand... 的這個腮紅... 它是裸中車... 就上面... 這裡... 但我其實不太習慣用這種斜角的上腮紅... 我自己的話... 還是比較習慣用... 圓形... 就是散開的那種刷子... 就上一點點就好了... 這樣... 螢幕上面顏色沒有很明顯... 好... 最後... 最後重頭戲的產品... 就是... 這個... 也是亞斯蘭黛新出的... 然後它是... 大量... 然後我剛剛... 不小心把它刷到地上很大力... 可是它竟然沒有碎... 然後它也是... 大理石包裝... 真的很美... 裡面內容物更美... 又美又結實... 發色... 刷在... 手上好了... 刷在這... 好像沒有很顯色耶... 再刷一次... 嗚... 好像有亮... 我自己手上看蠻亮的... 我再... 刷亮一點... 嗚... 這道光... 我覺得它是有點帶... 帶紫的金色... 然後它並... 並沒有什麼偏光... 然後... 這個就是... 塗在... 正常臉上... 就是...也不會覺得很突兀... 我覺得這顏色... 好看耶... 它就是... 不會... 就是... 很奇怪的顏色... 那我就來... 試刷在臉上... 嗚... 有亮有亮... 哇... 這亮我喜歡... 再一點一次了... 再一次... 哇... 閃閃閃... 亮... 它珠光是真的很細緻... 它就是... 不會顯底肌膚的紋理... 就連在手上看... 它也不會... 就是... 顯它皮膚上面的... 就是... 就是那個線啊... 還有凹凹凍凍凍... 最後來上個唇彩... 那我這次... 順便買了... Jojo Armani的那個唇釉... 我買了4號是200... 我之前就擦過... 可是... 我就是沒買... 我是用紋解的... 顏色很好看... 我想要... 薄擦就好了... 它薄擦也很顯色... 它就是... 有一帶一點土... 紅棕掉... 超美的... 現在台灣也買得到... 那我是在法國的Sephora買的... 所以總結呢... 藝術品... 就是... 像藝術品的化妝品... 其實... 也都還是蠻好... 都很好用... 就是目前... 看下來都還蠻好用的... 就除了這個... By Terry的... 眼影盤... 我覺得... 它的... 它的... 顏色... 跟它的粉質... 都還不錯... 就是... 表現正常... 就沒有特別優異... 但就是還蠻好用... 然後也很好暈染... 我覺得蠻適合新手的... 那如果你想要買來收藏的話... 我覺得應該... 就是... 好看... 像藝術品... 然後就是... 就是更多好用的東西呢... 給大家... 那我們... 就... 下次影片見... 掰掰...